大家好,这盆罗汉松虽然是千叉的,但是呢,看它的长势还是非常好的,尤其是这些叶片长得长又宽大,而且光泽度又好,看上新叶片比老叶片还要宽大长,光泽度也好的很多,我们再来看看这盆老装型的,虽然它长出了新叶,但是这些新叶比较短,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好,为什么千叉苗的叶片长得这么好呢? 主要呢,就是在给它掀插的时候呢,就使用了一种粉,这种粉呢,就是引丁奈乙酸,它是传正的生根粉,要效地激发脊植体内的生长细胞,能让细胞快速地活跃,促使它快速地长出新根,让新根生长,而且根需的数量更加多,这样根式兜了,吸收功能才会强,让脊植吸收的养分多了, 供给到这些新的叶片,长势才会好,像这种奈乙酸,在家庭使用的非常方便,因为它是低毒的,对人对宠物都没有任何的伤害,我们只要根据说明书来使用就可以了,像这个千叉苗蜘蛛,虽然它已经长出了新的叶片,但是呢,整个质感非常细小, 我们要给它追加养分,才能促使它长势快,那正处于小苗期,我们给它使用的养分呢,最好就是以氮甲肥为主,这样才能促使它快速地生长,又可以养根撞根,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家庭版的全营养水溶液,所含的氮甲元素非常丰富, 尤其是甲元素含量偏高,其他元素也不会切湿,要效地改善,因切素而引起叶片,出现发黄等等的一些现象,半个月给它试用一次就可以了,一次性要给它焦透。好了,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